正中島的高雄頂塔就出現四十度倍的極端高溫 如果正在花蓮用力 代替的鐵機路 也因為高溫轉變形 我們都請館 再來用電量就大大增加 請像在七月柴山的保守太陽能發電 減少的影響 等同時代電的比專用量不夠一聲 由家的保護到一頭 這麼多的寫完 無所謂根本不夠燒 對法紀念的高雄頂塔 採取中島又出到九段冠軍四十點八度 幾個車路也熱騰騰 機車起宿都在營養所在等紅頂 就很悶啊 尤其是下午 像現在這樣 花蓮有力向冠軍有三十七度子 再起十點過 代替由利奧動力一間的鐵機路 因為技術冠軍變形 在中島秋秋後更做通過 是單線雙向通車 其實這群新的市 南保管和紀蘭管無法保管分警信 氣溫儘管帶動再來用電量移管 只要是切幾切三兩天 用電量就創立輸信管 尤其切三共電總統 抹到紅頂 現在是共電很安 昨天的這個接風負載是落袋的 比較晚的 接近四點 那太陽光電其實它也貢獻了 那另外就是它整個 我們的被轉動量力還是貼近十 有將近快四百萬 那非常的充裕啦 台電網站設施開學共電 創造的特定 台電富國設施尖峰比磚容量 五百四十七點四萬千塊 不過國際會要大手回答 超比以未來的進駐貸款 用電量強棄的情供情節 加上學店特首度學 用電問題各應去討論 大幅度發展的時候 整體用電量就會快速上升 那到時候我們的準備是什麼 我實在是看不出來 政府這一端 應該務實的來考量 台電表時有過七月 轉過節尖峰比磚容量落四十八 夜間尖峰為七七八 不過專家煩惱 晚上沒有一頭說明 萬一應用的比磚 基礎素量不夠 加上基礎部經過中 可能就要寫電 記者綜合報道